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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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有限 報名蕉蓄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1月28日 《毓文踢爆》297集 短短短短 還有三集就對了 三百集大家都看到一個大食會 在那天的三百集踢爆裏 我會利用做節目的時間 三百集之後 《毓文踢爆》 用一種什麼形式出現呢 畢竟做了一年多 適合三百集 也是時候做一個調整 有些節目到適當時間 內容或整個方向 都應該做一些調整 至於立法會議事規則 不能輕然修改 事實上 是在前朝遺留下來的 一套相當 完整 和可以維持 這個議會 運作有效率之餘 又可以保障 這個議會的代表 能夠暢所欲言 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 的一套議事規則 當然 英國的議會 大家如果經常留意的話 甚至上網 都可以看一些直播 他的議會當然是相對來說 好像比較溫文 但是他也是有一套 很嚴謹的議事規則 方便 這個議長去主持會議 就算是反對黨 他會鼓掃 或者會抗爭也好 他們採取的方式 都在議事規則範圍下容許去做 但是 拉布 那是否算是 議事規則範圍裡面 可以容許的 當然是 除了你在議會裡面 進行一些 肢體動作 或者一些抗爭 是影響到 其他人的人身自由的話 這個立法會的主席 或者議長 他自不然 就會運用他的權力 制止議員做這些事情 甚至乎有保安 就會根據立法會主席的命令 將那些行為不檢點的議員 驅逐出會議廳 這個就算在外國其他議會 都一樣有 在美國的國會裡面 甚至乎有些議員不去開會 可以找些警衛夾去開會都可以 各有各法 家有家規 各處鄉村 各處例 但是那個議事規則的精神 就是那個議會精神的體現 那個議會精神是什麼呢 第一 一定是暢所欲言 是不設任何無必要的限制 第二 就是要盡量維護這個議員 那個所謂發言的權利 第三 就是發揮議會監督政府那個功能 制衡政府權力的功能 議事規則是這樣的 議會的精神是這樣的 是嗎 但是 建制派成人之危 想著 明年三月 這個立法會的議席為決 才進行補選 而非建制派在地區直選那裡 就是那個人數 跟這個建制派在地區直選的人數 就相差有幾位那麼多 那麼根據這個議事規則 議員的議案 或者根據基本法 就是議員的議案要分組投票 那麼分組投票地區直選 這個非建制派的人數就少於這個建制派 在功能組別的人數呢 就是建制派大比數超越這個地區直選 這個非建制派 這樣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懸殊 平時已經因為這種分組投票 令到一些民主派或非建制派提出的議案 根本就由於建制派一否決的話 在功能組別的分組投票一否決的話 你就永遠都過不了的 因為那個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提出的議案獲得通過 必須要兩個組別的 就是說 贊成的人數過半數才行 所以這個分組投票基本上就限制了那些反對派 在議會裡面監督政府的那個功能 已經 好了 現在 你就趁他病 拿他命 因為他不夠人 於是你就修改議事規則 而修改議事規則過去有沒有呢 有 泛民主派也曾經支持過修改議事規則 來收緊議員的言論自由的 這個我在其他節目講過N這麼多次的了 2011年 這個呢 就是民主派的恥辱來的 特別是民主黨和公民黨這兩個大黨 這個恥辱他一輩子都脫不了的了 我告訴你 黃毓民死了也有些後人會說的 他們是曾經支持 和這個建制派同流合乎 支持 將這個行為不檢的議員 驅逐出會議廳這種權力 交給委員會主席 這個我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修改議事規則 也可以有些修改是要順應潮鬧 甚至乎如果議事規則裡面有個字 是約定俗成的錯字 也好 那你都可以出去改了 這個就無關雲子 就好像現在這個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 謝偉俊提出 將舉止 改造我們常用的舉止 這個就是 對整個議事規則的精神 不會有影響 但是建制派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是怎樣 他還要沖一些灰色地帶 甚至乎是有可能違反基本法 但是他們提出修改的建議 是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 反而非建制派提出的修改議事規則 就是建議提出 提出 三十八個議案 只有二十四個獲批 而建制派提出的 二十六個議案裡面 有二十四個議案獲批 民主派提出的 民主派三十八個 只有二十四個獲批 另外十四個被梁君元拒止 民主派提出的 很多都是 有少少玩耍的成份 他們提出都知道 所以如果你提出的時候 你有玩耍的成份 你就預算被人刪除了 這個我之前都說過 但是民主派的策略就是 我提出多些議案 每一個議案可以說超過十五分鐘 那我就打拉布 拉到他明年三月十一日之前 都沒有辦法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那就修改不成了 因為三月十一日是補選 這就是民主派的議算盤 我早就說了 那個主席可以否決你的 可以不讓你提 他現在做了一個裁決 你說他這個裁決是不公道 我是絕對一百分之百 同意這個是不公道 你擺明就是這個主席 是包庇建制派的 就是由這個廖長江 就是建制派的黨邊 提出的二十六個議案 有二十四個議案獲批 而他的議案裏面最具爭議性的 就是修改這個議事規則第十七條 將全體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 由最少三十五人減到二十人 這個呢 將會引起一個極大的爭論 深必思乎有這個所謂法律的問題 另外就修改第二十潑湖六條 即是說 任何一個提出情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的 需要議員 即是需要的門檻 是由二十個增加到二十五個 那你就是鳴欺那些 即是非建制派 他不夠這個人數二十五個 那麼他就沒辦法起立另一個情請書 這些擺明是人多虧人少 完全是違反議會政室 但是現在最具爭議性的就是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 立法會大會的出席人數 合法人數 一定要三十五個人 即是全體議員的半數 那麼現在他們就說 這個全體委員會 即是大會接著全體委員會 這個我也說過 當一些法案進行二讀的時候 譬如要得二讀通過 那你就要組成一個所謂 全體委員會 由大會變成全體委員會 主席就會這樣說 現在這個法案已經獲得二讀通過 我們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 全體委員會階段是什麼呢 就是議員或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你要辯論和逐條表決 我們2012年拉布 就是利用全體委員會階段 我們可以提出修正案 然後要辯論這些修正案 以及要逐條表決這些修正案 當時我們針對那個 立法會的替補機制 我們提出千多個修正案 每條都要表決的 是逐條表決 當你限制到我們表決的時間 響鐘是一分鐘 你也要千多分鐘 是吧 隨六十分鐘 一個小時 就算一下 就是很多個小時 還有發言的時候 每一條修正案 我們提出修正案的人 可以說15分鐘 一條最少 最少說15分鐘 可以說N個15分鐘也可以 只要你說那條修正案的時候 你沒有逾越到那個內容 即內容沒有重複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大家記得 我們就咬文卓詞 比如我改一個 魚字和語字 將魚字改成一個語字 我拿一本說文解字出來說 我就可以說很多個15分鐘 那就是讓大家見識一下 什麼叫真正的拉布 就不是下下響鐘 但是現在呢 他就針對法定人數 將它降低到20個 那就是說 你 有人舉手說不夠人也好 那很快就夠20個人 那就不用留會了 他的目的是這樣的 基本上就是對視 對拉布 就是針對拉布 而去做修正案 這個是非常荒謬和過分 真是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這些提出 這些建議全部都得到 這個立法會主席的同意 給他們提出的 但反而泛民那些呢 當然有些是無厘頭的 因為他要玩東西 那就提無厘頭 那被人刪一些 就預料了 但是現在接受他的那些呢 就是立法會主席認為恰當 立法會不時邀請外國政要參與立法會 核下任何委員會 或者小組委會會會議 這些是很多餘的 這些是否 再新增第十六條 立法會 需要在內地舉行兩會期間 繼續召開會議 但主席另有命令者除外 是吧 那麼這條呢 他們都給你提 但一定通過不到 因為分組投票 功能組別 建制派就會反對 因為兩會的代表 大部分是建制派的 是吧 換言之可以在這裡預告 所有泛民提出的這些所謂修正案 就是關於這個 不是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 全部都會被否決 但是建制派那些是有機會通過的 那麼現在爭論那個全體委員會 就是那個合法人數 由35人到20人 過去我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我在議事規則委員的時候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經 就是由秘書處去聘任一些外國律師 以及本地的資深大律師去研究 結果大家都認為 就是回來的這些資深的法律界人士 或者資深大律師 以及外國的律師 都認為不可以將這個門檻降到20個人 因為是違反基本法 但是現在梁君彥就給他看了 然後解釋就說 有些律師認為不是 全體委員會和立法會大會不同 這樣也可以 但是呢 結果可能就會通過 通過之後你 泛民如何呢 我司法複合 法院說沒有違反基本法 那你就掛了 對吧 如果法院說有違反基本法 那他們就人大釋法 那你也是掛了 對吧 說到最後 我真的花了一點時間解釋給大家聽 昨天傍晚這個立法會主席做這個裁決 這個是陰險毒辣 因為這真是骯髒 骯髒 骯髒 下流賤格 但是你泛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可以這樣說 對吧 又吃我咪 你泛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因為這個真是 骯髒 骯髒 下流賤格 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你開了這個頭之後 打開這個缺口 這個議會就徹底還原 還有一點點所謂制行監督政府的功能 都蕩然無存 那麼這個立法機關還要你做什麼呢 請問 講到這裡